我是吴季星 我們現在是早上8點34分 7月4號2010年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淡水鎮 這邊就是淡水很漂亮的捷運站 是一個紅色磚瓦的建築物 這跟那個紅毛城是相互印的 就是英國人建的一個雕法 是非常類似的 我們注意看到這就是淡水站 這是一個紅色的建築物 我們這邊看到淡水世界 其實上面是變化不太大 世界景象跟我30年前來淡水看到的景象 其實是差不多多了一個萬台大飯店 萬喜大飯店 這邊可以當然是 這邊是有一條路可以是到淡水大學 淡水老街 我們也會看得到 這邊也主要的一些地方 像這個紅樹林自行車道 淡水氣候觀測所 淡水水上機場 還有園衣商 家室洋行 倉庫 庫尾 湖南永古墓 晴山寺 這些地方 有一些可以玩的地方 這是我爸爸 帶他從石排過來這邊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邊的景象 特別是李總統 李登輝總統在當總統說 特別強調他們的淡水 是對外開放的一個商務 淡水的對面就是由台北新港做構成 在兩岸開始可以進行自由貿易 直接貿易以後 我們預估台北港會有好的發展 現在會帶動淡水巴黎 淡水和兩岸的經濟發展 也會讓這邊出現新的 比較具有標誌性的建築物 官員長按人民的往來 也會更頻繁 淡水的話 可能有機會會起死回生 也說不定 我是吳基辛 從這個淡水線發出的報導 謝謝